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月6日,我们继续来预测特斯拉的股价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1月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1146.65 收盘是1088.12 盘中最高是到达了1170.34 最低是1081.01 盘中最高和最低的股价的辅值达到了89个点 当日的收盘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的下方 并且回补了1月3号跳空上涨的这个缺口 量 当日的成交量是2670.66万股 是前一日的0.8倍 KD值 KD值出现K线穿越D线的交叉 双线方向向下 MACD MACD开口 缩小 那快线的方向啊 现在是转折向下 并且呢 红柱 叫前一日 变短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当日的 K线信息 那1月5日 形成的这个K线 是一个典型的 含长上影线的 长黑K线 嗯 那这样的一个K线啊 通常是开盘即上涨 然后遇到压力 下行 最后收盘 收在最低点的附近 好 这是它的定义 我们来看看 当日的分时图 好 从分时图 我们会看到 在当日是一个 小幅的低开 然后呢 出现一个小的震荡 股价迅速被拉升 到了当日的最高 然后呢 是一路下跌 我们会看到 一直到临近收盘 那么收盘 收在当日的 最低点的附近 嗯 这样的一个表现 是一个相当 弱势的一个体现 也就是证明 空头还会虚跌 好 我们回到 日线图 对 也就是后面 还会可能会续跌 嗯 那么我们从当日的 K线 还要看到一个信息 刚才我们在说 基本信息的时候 实际已经说了 它的收盘跌破了 两个均线值 五日均和十日均的 均线值 并且呢 回补了 1月3号 跳空上涨的 这个缺口 对 那一般缺口是有 上延和下延 它通常也是阻力位 那么它在 一天之内 跌破了 这几个阻力位 好 这是单一K线的 信息解读 我们再来 看看K线组合 那K线组合呢 我们首先把 1月5日和 1月4日的 两个K线合并 那这个时候 我们会看到 它是一个 长黑 K线 并且 抱有 大量的 长黑K 那么 这样的一个 长黑 依然是 跌破了 前面 红K的 最低 然后 穿透了 前面 红K上涨时的 一个 跳空的 这么一个 缺口 那这样的一个 长黑呢 预示着 这个 现在 多控双方的 控制权 意味 也就是 现在 是由 空头 主导 那么 我们可以 再把它 分开 现在我们 会看到 1月3号 和1月4号 的这个 红K和 黑K 形成的 这样一个 母子 怀抱 是一个 指掌的信号 也就是 黑的尸体 在红K的尸体 之内 指掌 那 1月6号 1月5号 出现的 这样的一个 黑K 也就决定着 目前不是 指掌 而是要 开始下跌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 这个趋势线 我们可以 把它 去除了 好 那 接下来 就是 我们会看到 一个短的 相短 相对较短的 红K 和一个 长黑K线 那么 它实际 形成的是 一个 这个 长黑K线 破底的 一个 贯穿 好 那么 接下来呢 将预示着 股价会 继续下跌 好 基于 以上的 这些 信息的 解读啊 我们 做出 今天 股价的 预测 是 两个 可能 那 第一个 可能 今天的 开盘 有可能 是 跳空 的 低 开 也就是 开在 1月5日 这个 最低 价 1081的 下方 也就是 跳空的 低开 然后 股价呢 会下探到 1028 附近 那 1028 就是 今天 开盘以后 生成的 20日均线 我们认为 它能够 撑住 这个股价 最低 会到 这个位置 然后 收盘 会 收在 1045 附近 盘中 最高 有可能 会到达 1094 在这个位置 好 这是 第一个 可能 第二个 可能 那 今天 有可能 是 平开 开盘 那 股价 最高 会测试 1008 这个点 然后 收盘 会收在 1055 附近 那 盘中 最低 有可能 会到达 1045 在这个位置 好 以上呢 是我们 对今天 特斯拉股价的 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 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